我的帐帽 没时间解释了 噓 不能大声说话 寂静之地呀 缝合日理的一天 一家人来到鸟不拉屎的市区 打算寻找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资源 整个世界已经被一群怪兽统治了 这个怪兽只要听了一点动静 结果立马出来把人吃掉 所以这家子在这个不花钱的超市 搜刮的时候格外小心 正怕一个不留神搞出点声音 就被怪兽带走了 结果大家逛完超市打算回家的时候 这个熊孩子就开始搞事情了 手里拿着个电动的玩具飞机 丈夫用手语告诉熊孩子 这玩意儿有可能一辈子只能玩一次 然后拿出了里面的电池 熊孩子表示不相信 然后又把电池安了进去 一家人放轻大胆地 让这个最小的孩子走在最后面 都说了一辈子只能玩一次 没了熊孩子的父母很是伤心啊 于是打算再生一个 人类都要灭绝了 你们还有心情生小孩 你们还有两个熊孩子呢好吧 熊孩子们把灯弄倒了 一家人紧张地等待着怪兽上门调查情况 看样子已经做好了随时被打死的准备 不过这一家人也算是命大 突然出现两只小老鼠替它们挡了一挡 这怪兽听力是很好 咱们的脑子好像是挖探了 当我的教室和油灯翻了的声音能一样吗 这一家人要是这么一直不说话 不用怪兽自己就能憋死了 所以丈夫心情好的时候 还带上自己的儿子去瀑布边上散散心 接着瀑布的声音爷俩还能大好几声 来发现自己对生活的不满 好久没说话了 你也说个话吧 话 这里条件这么好 你们为什么没考虑帮到这儿来住啊 两个人在回来的路上看见一位老爷爷 这位老爷爷目光呆滞 神情沮丧 因为家人被怪兽打死 所以自己也不想活了 丈夫提示老爷爷千万别出声 老爷爷装作没看见 丈夫再次提示老爷爷千万别出声 老爷爷再次装作没看见 就在丈夫陪儿子聊天 女儿去祭奠修孩子的时候 妻子在家里出现了早产的状况 啊戏 这还没出声呢就开始坑吗 然后几乎所有恐怖片的最佳配角就出场了 就是这根钉子 因为踩到了钉子 所以镜矿摔碎了 因为镜矿摔碎了 所以怪物要来了 妻子拉开了意味着威胁的电闸 是整个房子外面都亮起了红色的灯泡 丈夫看到后让儿子去放烟花 吸引怪物的注意力 我才来 让这么小的孩子去搞四强 这一定是亲生的 你一定是小绝后啊 接着烟花的巨大响声 丈夫成功地救出了妻子 和刚出生的熊孩子 并且来到了自治的密室 用床垫子挡在上面隔音 这隔音效果也太好了吧 丈夫给刚出生的熊孩子戴上氧气罩 只要塞进了一个箱子里 就准备去救外面的儿子和女儿 丈夫还没有坚持一个回合 就让怪兽给大趴下了 不是说不出生怪兽就找不到的嘛 原来你们就不能消停地 找个地方趴着嘛 偏偏有作死的嘛 受伤的丈夫看着怪兽 在卖力气地找自己的两个孩子 只能选择牺牲自己拯救孩子 在一段告诉自己 孩子我永远爱你们的煽情过后 就够待了 你跑去救你媳妇 你还知道拿着枪 跑来野外这么危险 你趁手空拳 你不死谁死啊 得知丈夫死掉的妻子 打算和女儿一起对抗怪兽 女儿在无意当中 发现自己的助听器 可以发出让怪兽痛苦的声音 而妻子也趁这时候 用丈夫生前的枪 来了个一枪爆头 全球60亿人 用核武器都解决不了的怪兽 就用一把吃鸡都嫌弃的枪 还给助听器解决了 他妈的是在杜我嘛 啊 激情之地这部电影 大量的手语加上少量的声音 给观众营造了一种 失灵奇迹的紧张氛围 但是这个射程 真的很让人头疼啊 他不可能一点不张嘴啊 估计死一部分人就能解决的 不至于全球都死光了吧 据说激情之地二 明年会和大家见面 我才还会生小孩 因为比起世界末日 不能生小孩实在太可怕了 嗯 兔兔呗